《山東法治報》1月31號報導說 山東九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進口乳清粉及奶藻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 濟南、賓州、德州、煙臺也相繼稱 部分奶藻核酸檢測陽性 截止到2月1號 據不完全統計 此次涉移的奶藻至少波及山東、浙江、山西、 天津、四川等15個省市 進口奶藻是一種用紅棗、奶粉等原料 做成的零食 相當受歡迎 對此 網友們紛紛熱議 商品都帶病毒 可見中國疫情的嚴重性 也有網友質疑 到目前為止 沒聽說任何其他國家在食物裡 或者外包裝發現病毒 中共宣傳中到處都發現病毒 但報導中感染人數又那麼少 真是奇了怪了 還有網友表示 讓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他們才會聽話 這樣就有利於黨國的統治 山東民眾殷先生說 每次當局宣布 進口食物和物品染疫 大家的確都會很恐慌 生物科技公司企業副總裁淮海英博士說 現在全球瘟疫大流行的情況下 很多環境內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海英博士說 他感覺中共有些草木皆兵了 而且甩鍋 向外推卸責任的意圖明顯 自去年6月 中共將疫情甩鍋給進口三文魚之後 不斷宣傳各種物品染疫事件 包括進口冷凍豬肉 牛肉 海鮮 拖鞋 汽車配件 雪糕 車禮子 啤酒 甚至進口汽車配件等 都檢測出了中共病毒呈陽性 青唐人記者一如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 詞曲曲曲 李佩玲採訪報導